SCP-95 Mr.Sillybug 年翼蛮怪 上等級 Safe 偷送措施 SCP-95类个体必须被送在户外的钢丝网围城的游艇的送用区中 该送用区的地板必须有混凝土制成 并且有充分的排水能力 钢丝网的网眼必须足以受用柚体样本 钢丝网表面必须塗满防锈石涂层 并且定期检查是否被破坏 所有的受用区必须足够大 使SCP-95个体能够运动 建议在受用区内放置一些耐用的橡胶或者塑胶的动物玩具 来减轻SCP-95的焦躁情绪 每天向SCP-95个体投放1-4公升的果糖浆 并且用清水清理 工作人员进入受用区必须装备防锈石工具 并且避免做出任何可能被SCP-95个体 认为有敌意的动作 或者使其受到惊吓的行为 塞34的首位曾报告 对被受用的SCP-95个体播放舒缓的音乐 或者孩子们的笑声 能有效减少其紧张情绪 如果SCP-95的情绪瓶颈 那么工作人员在检查防腐设备一切正常后 可以缓慢靠近SCP-95个体 然后进行身体接触 轻柔的抚摸其胸部上端 或者抚摸其甲壳 被证实有利于舒缓SCP-95个体的情绪 描述 SCP-95个体是一个产于北美温带区域的 类结之乳生动物 却为生物体长20到200公分 其长有一个圆形 且如同生海鱼的脑袋 一张布满力尺的被鞭帽一样的组织 包裹着大嘴 在其头的顶部生有两只眼睛 眼睛之间生有一个巨大的触角状的组织 头部的底部生有鳍状突起 身体的不同区段将有一对对的足 未成年的SCP-95个体体色为亮灰色 而成年个体的体色从褐色到黑色都有 如果受到威胁或者被惊吓 SCP-95个体会抬起头部和胸部 发出尖利的噪声 然后该个体会从口中向不同方向 喷射出粘稠且难闻具有腐蚀性的黏液 同时该个体会试图逃走 或者在地上挖洞并钻进去 成年个体能把黏液喷出几公尺源 该粘液对金属和大部分有机物质 包括除了SCP-95以外的活体组织 有腐蚀性 并且包含能在接触皮肤时 造成剧烈疼痛感的神经毒素 SCP-95表现出了与年幼的小狗相当的质地水准 这些个体对外界很好奇 喜欢嬉闹 其种群具有高度的社会性 SCP-95个体喜好明亮的颜色 高音和糖 至今为止 重的23只SCP-95个体 都需要于一个或多个个体 与一个或几个人类遭遇 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森林中 比如游乐园、操场 或者类似的人类活动很活跃的区域 被鲜艳的颜色或者气味吸引人来的 SCP-95个体 会一边摆动面部组织 一边拍打着席状鼠枝 发出咆哮或者嘶嘶声 向人类冲来 关于SCP-95的行为研究 表明这些声音代表其渴望友好的与人类互动 如与其遭遇的人类 表现出带有警告或者威慑意味的动作 SCP-95个体 会进入上海描述的敌对状态 当SCP个体不喷射黏液时 狗或者7岁以下的孩子 大多不认为其举动代表着警告或者威慑 几名曾和SCP-95个体互动 而没有使其表现出敌意的孩子 被要求描述SCP-95个体 他们给出的结果一致 都认为其可爱或者毛茸茸的 年幼的孩子尤其喜欢与SCP-95个体互动 其间的互动行为包括 零距离身体接触和抚摸 照片上这只个体和其他几只个体 与美国康乃迪克·周德 幼稚人的孩子们遭遇了 孩子们把他们称为 蛮怪先生和他的孩子们 并且把这些个体带进了学校 这些个体在那里待了几天 直到与几个孩子和成年教师遭遇 并且造成了几人受伤 SCP-95的实性未知 但是目前没有迹象表明 其为肉食性生物 以上就是SCP-95 简单来说SCP-95是一种类结之动物 当没有受到威胁时 它对人类和动物都很友好 并且能影响小孩的精神 让他们认为它很可爱 受到威胁时会吐出腐蚀性液体 能腐蚀金属和大部分有机物 并且会造成剧痛 感觉这个SCP还是蛮可爱的 基本上就是长得愁的大狗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最棒的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跟不喜欢吧 希望我录传来的SCP-95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